發現了一名女性的大體 四個人一時間驚嚇過度 慌不折路 四處逃竄 不曉得該往哪裡跑 最後他們很順利的逃出了樂園 並且報警 嘿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老大 深夜時分 有一群大學生 一行四個人 兩男兩女 相約出外夜遊探險 他們去的地方 是一所廢棄的樂園 四個人緩慢地走進這個樂園 享受著未知以及黑暗帶來的恐懼 刺激的氛圍 渲染著四個人 這四個人 來到了這個樂園的員工宿舍裡面 就在他們慢慢地摸索 隨著慢慢地深入 他們忽然間 聞到了一股奇臭無比的味道 這個味道可以說是他們從來 都沒有聞過的一種氣味 是死老鼠嗎? 還是死亡的動物嗎? 他們心裡面不斷地揣測 隨著這個味道的加劇 四個人心裡面 愈發恐懼與不安 最後 他們在他們探索的這個員工旅社中 其中的一間寢室 發現了一名女性的大體 四個人一時間驚嚇過度 慌不折路 四處逃竄 不曉得該往哪裡跑 最後他們很順利地逃出了樂園 並且報警 警方來到現場處理之後 相驗死者 明顯無外力打鬥的痕跡 所以研判 這應該是自然死亡 經法醫相驗 女子為42歲 住在附近10分鐘車程 法醫相驗的結果 女子是心臟衰竭過世的 但是 女子生前 卻遭遇了很多的不幸 幾年前 她剛與丈夫離婚 離婚之後 因為有精神方面的問題 所以後來有就醫 但是就醫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沒有再就醫 日常生活中 也非常少與人接觸 最後 被家屬知道消息時 已經是一個月之後 並且收到的 竟然是她的死訊 隨後 這幾名大學生 因為驚嚇過度的關係 當時也有就醫 就醫之後都各自返家 我相信 應該沒有下次 我常常跟大家說 探險業有這些事情 如果不是工作 如果不是我們自己有專業 其他的一般人 實在是不適合 前往這種陰暗的地方 尤其是深夜的時候 一旦進入了深夜 就是這些陽氣 與陰氣轉換的時刻 陰氣最盛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十一點過後 五夜十分 這些理論沒有關乎宗教 關乎人的日常 也就是說 這是一個自然法則 只是我們解釋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奉勸大家 不管你信什麼教 不管你信不信鬼神 半夜最好都不要待在這種 荒無人煙 陰陰暗暗的角落 我們今天就來講講卡多里的那些靈異故事 曾經台灣有一個 以大膽著稱的娛樂團體 就是當年非常火紅的Circus Action 當年的一個成員到目前為止 只剩下一名人員 他還在綜藝界活動 就是KID 其他的團員 我實在是記不得他們還有哪一些名字 但是當年我也記得我追過這個節目 他們曾經做過很多大膽的事情 有一次他們拍攝節目來到卡多里樂園 四個人一行 也是直接就進去參觀卡多里的樂園 當時的卡多里樂園 並還沒有經過大量的拆除 所以還有很多的遊樂設施 以及建築物都在裡面 進去卡多里樂園 沿途都可以看到台中大屯這個地方 他的山區啊 其實有很多的建案在興建 但是最後都不明原因 所以全部都停工 形成了很詭異的鬼城 就在那個山區裡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爛尾樓 那卡多里樂園呢 就藏在這個爛尾樓的最裡面 Circus這個團體 他們不斷的前進卡多里樂園裡面 最恐怖 最毛骨悚然的一個遊戲設施 就是斷軌 這個斷軌 是由日本那邊傳過來的一個遊樂設施 顧名思義就是它的軌道並不是 往復循環式的 而是兩頭 是斷裂式的 當這個車啊到達頂點的時候 又會因為慣性滑回來 所以叫斷軌遊戲 相傳當年的卡多里樂園 為什麼會倒閉 就是因為這個斷軌遊戲啊 設備故障 有人就這樣子全部都飛出去 在上面死了60幾個人 所以造成了很慘重的傷亡 也因此Circus他們 直接就前往這個斷軌遊戲這邊 做大膽測試 因為他們想要讓大家知道 就是這個卡多里樂園 其實沒有這麼恐怖 那他們的節目進程是這樣子 他們打算只骰子決定 一個人走上維修斷軌的這個安全梯 因為很高 所以這個安全梯 他必須這樣子陡坡式的往上爬 爬到最頂點來拍攝這個驚悚的畫面 那他們就開始了 他們這個紙骰子的活動 叫做命運Shibara 前面紙骰子的時候都沒有問題 但是第一個人紙骰子完以後 四點後面二三四個人 分別指出了三個一點 各位要知道Shibara這個規矩喔 他要兩顆骰子同樹 然後一顆骰子 來決定你骰的點數 通常這樣子的紙骰子 你要連續指出三個一點 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但是想不到 他們在遊戲進程過程中 居然連續指出了三個E 不得不三個人參加PK賽 就是淘汰一個人由三個人來指骰子 決定誰要前往拍攝 就在三個人指骰子的同時 要分出高下的時候 其中一名團員 他指出了一點 其中兩個人又指出了一點 就有兩個人下去PK 結果第一個人指出來五點 但是最後那個人覺得說 應該就是他要上去拍攝了 所以他就指了骰子 指了第一次四點 一開始沒有人感覺有異狀 只是現場因為氣氛烘托的關係 他們可能開始感到很恐怖 接著他們拿起那顆四點的骰子 不小心掉到地上 又是四點 然後他們不信邪 另外一個拍攝的人 又指起了骰子 又是四點 KID也拿起了骰子 再指一次骰子 又是四點 在這個強烈的氣氛 以及強烈的暗示中 讓所有人毛骨悚然 再也沒有人敢前去拍攝那個地方 決定拍攝的人 他準備要上去的時候 忽然間有一個團員說 你看旁邊的這個斷軌的 這個軌道車 上面全部的座位都上手 就剩下一個沒有上手 好像就在等最後一個人上車 下時間 所有的人起雞皮疙瘩 不知所措面面相去 不知道到底該不該前往拍攝 在做完了天人交戰之後 他們決定放棄拍攝 雖然說他們怕被觀眾笑 或者是節目不好看 但是他們還是不願意上去做拍攝 因為這個暗示實在太強烈了 各位有看過絕命終結戰就知道 有很多的事故發生之前 都會有強烈的暗示 是不是像極了這個事情 他們下來這個斷軌遊戲之後 又有拍攝的人發現 衣服上的LOGO就顯示了他們今天所遭遇的情況 一個人身穿大象 他們剛剛進去樂園的時候 無意間注視了一隻大象的雕像 另外一個人身上穿了一個閃電的衣服 他們剛剛在參觀遊樂園的途中 忽然間打雷下大雨 最後一個剛剛本來要上去拍攝驚悚畫面的那個男子 他身上居然是穿了一件黑色骷顱頭的衣服 種種強烈暗示都告訴了這群人 千萬不要上去拍攝 所幸不幸的事情沒有發生 這件事情結束之後 若干年很多的人問起 KIT當年究竟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KIT永遠不提當年在卡多里所發生的事情 以及細節 或者是他們拍攝以外的一些細節 他隻字不提 絕口不提 也許他們當年經歷的不止這一些 話說回來 為什麼卡多里樂園會有這麼多的傳聞 當年卡多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卡多里是在1983年的時候 由台中市的立委所興建 經營了11年之後 不善倒閉 因為當年1994年有太多的主題樂園興起 所以卡多里樂園在當年 只能算是小規模的遊樂園 並且地處偏遠的山區 導致經營不善倒閉 其他的什麼斷鬼意外 鬼屋嚇死人 種種的都是傳言以及謠言 最後一次被炒上新聞版面 是因為紅衣小女孩的這個電影 在那邊取景拍攝 所以卡多里樂園的靈異傳聞 有消沉過 但是卻沒有斷過 這邊我們又要講回來 我們這個理性的討論一下 究竟卡多里樂園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靈異的故事在這個地方 即便它沒有發生意外 這些山區 常常有山精鬼魅在進駐 所以我們到山區裡面的時候 要格外尊敬 格外小心 在影視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 大家自然而然就會給這個地方聚集能量 使這個地方有更多的這些山精鬼魅 喜歡躲在這些地方修行 這些山精鬼魅 都是以人類的恐懼以及害怕心理為實 你越怕它 它就越喜歡你 你越恐懼它 它就越會吞噬你 所以本質上這些靈異故事 本身跟卡多里的意外 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但是跟它的地處有絕對的關係 台中大屯的這個山區 其實發生過 某時候把別人牽進山區裡面的新聞 稱出不窮 大大小小 只是新聞媒體有沒有報而已 這一次的大學生進去這個山區 可以說是九死一生 他們願意這樣子做 敢這樣子做 純粹就是精力旺盛 找不到事情做 如果你的身體素質不夠 千萬不要前往 千萬不要冒這個險去挑戰大自然 因為大自然中 有太多這種未知的生物 在你我周遭 雖然說 蒙西納它們有好有壞 有些會害人 但是有些它只是喜歡捉弄人類 並且以你的恐懼為食 恐懼跟你心裡面有正能量 這兩種都是一種能量 那它們汲取的呢 其實也只是能量 並不是傳言中這種 蒙西納它會吃人 其實它只是需要你身上的精氣 跟身上的能量而已 所以你們遇到蒙西納 其實你們不用害怕 拿出你們的膽量 就可以克服蒙西納 知道嗎 並且吃好睡好養好自己的生活作息 什麼鬼你都不需要害怕 那我們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這上面都會放在哪里 在晚上 我多久 也會放在哪里 你經營